而現在他們手裡的真假物要亮相 還為了讓這次實彈射擊更有難度 導條講了一個全新的方案 然後把導彈放置到發射架上 這枚小巧的導彈 看上去和大口徑 因為有了精巧的控制性 所以還是非常智能的 雖然這個自動化程度很高 但是在導彈飛行的過程當中 射手還是要考慮到這個風這樣的因素的 我來看的時候 就像是一般的 以後我先說 很厲害 就像是一個人一樣 所以是一個更好的 我先講的大口徑 我先講的一句話 我先講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精准命中的小车燃起熊熊大火